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首先是在天上 他们主要是阿修罗的人都聚在一起经常讲讲 去走走啊 他们不要上班的 听得懂吗 他们就是飞过来飞过去 他们有自己的家 他们的生活跟人间一样 只不过他们比较喜欢称恨心 就是说经常恨这个恨那个 人聚在一起就讲讲 就像你现在在马路上看着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 聊聊天 吃吃饭 然后骂骂人就是这样 不上班的 没办到吗 你马路上经常看见一群群人 聚在那里 说说笑笑 饭店里超级笑笑 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一起走到这个地方 一起到那个地方去 而且在一起就骂这个骂那个的 讲这个不好讲那个不好 要跟天上斗 他们嫉妒性特别强 他们最嫉妒的就是天 天上 他们很嫉妒 所以他们整天要跟天斗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他们知道你心灵法吗 他们会不会你这方子 因为到了阿修罗道 我就讲给你听 就像我们现在在人间一样 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就明白了 在人间 人间的人知道心灵法吗 知道 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对不对了 马修罗道也是这样 知道的吗 也有的修的 有的人不修吗 还是不知道呀 明白了吗 他在天上 各种各种教派都有的呀 就像在地球上一样的 西方教 佛教 伊斯兰教 还有印度教 天主教 什么教都有的呀 那谁愿意学谁 他上面很自由的呀 听得懂了吗 听得到了 好了 好的 谢谢大家开始 我告诉你 我问你 你想想 阿修罗道 其实人跟人在人间一样的 大家聚在一起 吃吃玩玩 谈谈 一天就过去了 很快的 所以他们 日子好过的人 不就吃吃玩玩 大家聚聚 讲讲笑笑吗 他们天上也是这样的呀 明白了吗 天福想进了 又下来了呀 所以在天上修的人们 很容易上得更高呀 但是在人间 能够一下子翻上去 在天要一步步上了 他不可能 一下子跳到 跳出六道的 明白了吗 在天道里也很难 跳出六道 明白了吗 好了 我明白了 因为在天上 他受的多 明白吗 就是说受想 受想啊 他特别多 想风 特别多 他吃苦的特别少嘛 所以他就很难 让他从人间带来的那些恶缘 和一些不好的东西 在天上会爆掉 他爆不掉 因为人间有一个好处 因为人间是受苦的地方嘛 所以他因为人间 虽然是属于三善道 但人间的人呢 他一边吃苦 一边享福 所以很多人 拼命吃苦的话 就是把自己的恶报都爆掉了 爆掉了 他就是身上干净了 他一下子可以跳到 跳出六道 甚至到菩萨都成功了 因为到了天上 他没有机会让你吃苦啊 都是很享福的呀 那么你过去的业障 有吗 还是在呀 因为这些业障 去不了的呀 这些业障 就是让你注定你上不了 脱离不了六道 还在六道里轮回呀 所以这些业障还在呀 现在听得懂 师父讲的话了吗 听得到好 好了 你否则哪去听啊 这些话你到哪去听啊 谁会告诉你啊 有的人知道 他就不会告诉你 何况很多人根本不知道